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志胜 很开心来到咱们轻轻松松喜剧节 但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轻松 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 也是没想到踏出脱口圈之后 踏进的竟然是影视圈 踏进影视圈一抬头发现 怎么肉食动物和童木男也在呢 真的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肉食动物就算了 怎么童木男又来了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 这次确实演男一号了 真的 这个角色当时找我的时候呀 我也很诧异 我说我也不会演戏呀 导演说这时候没事 这个角色特别贴合你 这个角色她不好看 我说然后呢 她说这还不够吗 而且当时只公布了男一号 是因为女主角实在是太难找了 导演都懵了 怎么一听和志胜她 都找到工作了 甚至还有女主角找关系 说我能不能不演 说只要不让我们演 我们可以代之不尽主 我心想这种情况不应该呀 因为我之前参加桃花雾的时候 不有好多人都说我是理想型男友吗 真的就说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最开始我看到别人说我是理想型的时候 我也是很梦的 你要知道以前的理想型 就是万千少女的理想型 那个都是刘德华 林志颖 现在 徐志胜 你就感觉万千少女 她想着想着 她想不开了 就是 如果有人跟你说她的理想型 是刘德华 你会感觉她痴心妄想 如果有人跟你说她的理想型 是徐志胜 你感觉她受过伤 其他的理想型 帅气型的 冷裤型的 我这种 秋裤型的 就是穿着出去丢人 不穿又冷 我一直觉得 只有一种人 会把我当成理想型男友 就是那种想找个老师人嫁了的 我说 怎么现在娱乐圈 就我一个人看着老师吗 最开心的 这个事最开心的 就是我女朋友 什么也没干 自己的男朋友 突然变成了理想型 还给我发信息说 没想到 你还是个养成系男友 这你也要理解 因为我女朋友 也没想到 大家对她的态度 会突然由同情 变成了羡慕 就以前大家见我女朋友 问的都是说 你真的就这么喜欢 她的才华吗 现在大家再见我女朋友 问的都是说 你是怎么一下子 就发现她身上 有这么多才华的 我女朋友她说 当时就看着她就琢磨 说这个人 她总得有点啥吧 而且还有一件事 特别让我震惊 特别让我震惊 就是我点开 那些说 我是理想型男友的评论 我发现很多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在那说 这是我的理想型男友 当时我很震惊 我说我应该不是这个赛道的 后来 后来我就想 我就想 只有可能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男人给女人做的一个局 通过我 来实现 理想型男友的通货膨胀 做空男友市场 最终实现女性的集体消费降级 真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把我真的当成理想型 扭头再看看自己的男朋友 是不是突然就顺眼了很多 徐志诚 男人最好的一美 而且啊 我仔细去看了一些关于女生的评论 也很含蓄 委婉 说的都是说 哇 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也有自身这样的灵魂呀 好喜欢自身这样的内在呀 就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大家只想要我的灵魂 没人想要我的身体呀 我说 这个不会就是大家说的 纯爱了吧 好吧 讲到这里了大家 谢谢芝盛带来的表演 谢谢芝盛带来的表演 请大家为芝盛进行投票 倒计时三秒钟 请锁票 是不是得适应一下是吧 不是我也是第一次接主持人没有梗的场 也确实比较 比较难接 刚才后面不是帮你称了一下吗 笑那么大声 不是也是摆忙之中来的也不容易 没有没有摆忙 没有摆忙 跟你们比可能比较忙 跟你们比较忙 都很好 果然还是得你有魂 圆滑了不少 就害怕拉散 都很好 刚才在稿子里说他现在是理想性男友 感觉你好像很不服 我不管 我就硬不 我就现在不服 我就不服 行 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比拼好不好 好 我们是要进行一个男友力的大比拼 是这样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去练了一段巴西柔术 我想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男友力 可以这事比拼一下 这事你不是理想要男友我看你力量行不行 你想办法 你别给娱乐圈把我摔坏了 哈哈哈哈 好来 你直接上来上 我我就我就直接展示一个小技巧 我就直接锁脖子啊 你开不开 你不是 广正你这一段展示的就是两个字叫嫉妒 拍不拍 你拍不拍 好这一段是你的巴西柔术展示 你的男友力 人呀还是应该有点工作 这是什么这是 累傻了给他累傻了 我我只想给广正说 锁住女生的从来都不是巴西柔术 哇 而是靠情绪稳定 来这个是吧我现在情绪极不稳定 我现在极不稳定 事实上展示的男友力是情绪稳定 既然你的情绪这么稳定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一趴的冠军颁给广正 你情绪一定是稳定的 那我们的 获胜者就是何广正 好 这样的话我现在情绪稳定了一些 构先非常稳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智胜获得的分数是 满票是200 错爱了朋友们错爱了 有请智胜 暂时登上冠军宝座 好嘞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The show must go on 方便 刚刚短暂跟我说没开场嘉宾 这么大个喜剧节 没嘉宾怎么行啊 轻轻松松喜剧节 开场倒计时五分钟 哎王缅你有没有认识的大咖呀 咱这首届喜剧节得有点排面呀 没人唱歌的一下子是吧 对对对对 那我得我得问问 那我问问啊 我问问 你怎么能没人唱歌呢 喂老师 对 找一个开场嘉宾 哎 还有三分钟 什么 三分钟你都赶不来 你说这多可惜 你三分钟都赶不过来 帮我补个妆 谢谢 再找找再找找 找一下肯定 我找肯定找 哎 哎哥 你要 啊 听不清 这 这端竟听不清 你看看 他听不见太丑了 这地步 哎呀这可怎么办 没人唱歌 这完了呀 完了呀 这么好的一首歌 要毁咱们手上了呀 嗯 不是你听我这个我这个行不行 叭叭叭叭叭 你别叭叭叭 都跑掉了我试试 呀呀呀呀 那这特别好 你看看我早就做好这个万全之策了 喂老师 对我全部都搞砸了 上场吧 来吧 你看 免哥我们后场吧 我就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吧 这没嘉宾你说这个事谁能 谁能预料到呢 来吧朋友们都到了 咱们就把自己交给舞台好不好 我们站好了 一块享受舞台吧 开场表演 快乐之难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上她说些什么 你找她去做会也收获很多 别让快乐走了哦 叭叭叭叭 不要生的难题总是很犹豫 因为安排我们怎么有许多坎坷 如果不会唱歌就别再唱了 别让观众走了哦 叭叭叭叭叭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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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马上来过 别让快乐走了 早点趁休你会快乐 送人玫瑰你会快乐 经常运动你会快乐 学习美生你会快乐 轻轻松松你会快乐 来喜剧节你会快乐 好的心情总会让你快快乐 你笑一笑它很容易 不要忧郁不要挥心和叹息 有力的珍惜和你的感情 有了知情有了幸福和天明 别让他太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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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我们的开场嘉宾 洪志 done 老师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 由蓝河米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的 轻轻松松喜剧节 欢迎大家 我是志愿者组长 大家好 我是志愿者和广志 大家好 我是志愿者杨蓬温 为什么作为志愿者 我们也要穿得这么华丽 要穿西服呢 穿西服啊 是因为希望我们都能过得 虚虚虎虎 vagina 就这个水瓶了 现在我们就这个水瓶了 好了 回到正题 还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喜剧节 以前啊 大家都是在线下看音乐节 戏曲节是吧 我们这一次呢 把喜剧节搬到了线上 我们这一场喜剧节当中呢 不仅可以看到脱口秀 还可以看到Skatch 可以看到漫才 同台演出 n除狂喜 当然 也有可能看到一些 像刚才那个开场秀一样 无法被定义的表演 对 但是我们主打的就是真诚 至少我们就是全开麦 对吧 不要省着难题 纵失很犹豫 明月安排我们 都有许多坎坷 别管难不难听嘛 有些话我就不接了 罗敏你再说一说 咱这个喜剧节 都有谁来呀 除了咱仨这个大明星 和一位开场嘉宾 还有没有别人 当然啊 除了我们仨这种大明星 还有很多素人 比如徐志盛啊 忽兰啊 肉食动物啊 是吧 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 是我们喜剧大会的 哈哈maker们 等等等等 不是 确实没听过 哈哈maker是 算是和妈妈咪啊 还有什么 紧责们还是什么 我们看一段VCR好吧 就是 太不一样了也 就是这些长得好看的 然后多才多艺的一些喜剧人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很多作品 跟他们深入了解一下 那组长 咱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流程 介绍一下比赛规则 今天是一场简单直接的功力赛 现场有两个大型滑梯 滑梯区的上方是轻松冠军的宝座 第一组表演的演员 会直接成为力主座上宝座 之后每一组演员表演出之后 会和当前的力主进行比分 分滴者滑下滑梯 分高者留在宝座 最终产生第一届轻松冠军 那个话题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地面对失败 另外需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线下的第一届轻轻松松喜剧节 也马上和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轻轻松松品牌部 获得更多线下的活动信息 当然啊 我们还是会送票的 小福利 我们会在每一组演员表演就之后呢 随机开启松票 只要累积一定数量的喜剧门票 最后呢就会统一一个 轻松冠军的title 这么一个名义送给大家 我想表演节目 看到了一个力麦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登场嘉宾 也是第一个节目 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上场的压力很大 是吧 然后也需要很多的勇气 我们先给他鼓掌好不好 打打气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登场嘉宾 何广志 好好的介绍一下是谁 好好好 这个人啊 单打独斗 勇闯娱乐圈的大明星啊 徐志胜 志胜 打独斗 你 小位 中文字幕——YK